辛苦工作不少人在退休后 靠劳保及劳退金过日子 去年劳保给付数据共有159.7万人请领 但61.4%每个月不到2万元 平均只有18294元 低于现行最低基本工资 专家建议想要增加金额 第一招延后请领劳保老年给付 每年一年可以多领4% 最多延后五年可以请领增加20% 已经有将近六成 实际是 虽然如果投保薪资4万元 原本退休月领24800元 延后最多5年20% 投保年资45年月领大约33480元 如果投保薪资最高集聚45800元 投保年资50年月领可望达42594元 等于数量领120% 你还有薪资的所得 那你当然还是继续缴劳保 来累积你的年资 加发20%就可以领更多 专家建议第二招自提6% 月退金比起没有自提的人多了百分之百 及雇主提拨6% 加上自提的6% 而且还有附加好处 包含增加储蓄 政府保证银行两年定存利率收益 以及结税等 若不会理财自提6% 绝对是首选 如果通膨两三%两三% 你想到25年以后呢 通膨已经是不少了 那就可以相对抵消一点点通膨 不过有多少钱才能退休 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统计 退休后16年 大约每个月需要4万3600元 等于837万元才能退休 未来退休经营40% 配置长照照护 60%用于生活上 通膨下提早为退休后生活准备 任由理财投资才能拥有更多的筹码 记者周天杰 陈莲安台北三方报道 来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 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字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哦